不管咱们种植小麦还是种植大蒜 现在整体都已经进入一个反清期了 咱们很多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往往也会去使用一部分叶面肥 那么这个叶面肥比如说以零酸二氢钾和云苔素 或者说是零酸二氢钾和氨仙纸混用 那么云苔素和氨仙纸到底是云苔素比较好呢 还是氨仙纸比较好呢 那么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啊 云苔素和氨仙纸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能够选择的时候有没有选择对 首先的云苔素呢 它属于是一种内缘合成的一种促使细胞分裂的 而这个氨仙纸呢 它属于是通过形成一部分这个酶 形成一部分转化酶从而来促使咱们的细胞分裂 在氨仙纸的过程中啊 受损很容易就是产生冻害 这个呢就是氨仙纸它能够防止冻害它的一个原理 另外呢就是说不管那是一个干旱的一个情况啊 或者是低温的一个情况 氨仙纸呢都要比云苔素要好 第二个呢就从持胶器上来说啊 氨仙纸这个持胶器呢非常非常的长啊 最基本的可以达到半个月到20天的时间 而咱们打云苔素呢一般持胶器呢 只有一周的一个时间啊 这个呢是从持胶器上来说啊 但是呢到后期啊就是温度上来以后 比如小麦的灌浆期或者是大蒜的这个快晶形成期 这个时候温度已经上来了啊 那么可以建议呢去采用云苔素啊 因为氨仙纸呢 耐这个高温的一个情况呢比较差啊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